就可能会有漏洞 有漏洞,这不是自由吗?要尊重我的方言吗? 对吧? 顾往言之,顾往听之吗? 你让我再胡说八道 我们来按照法律,就是说有个标准 没有规矩,则不成方言 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呢? 你有标准,要国际法,在联合国现象上 你得遵循联合国的游戏规则 你要想改你的名字 你要把联合国的中华民国给去掉 你得废除了它 你废除了中华民国,你才可以叫中华民国 你没有废除中华民国 就像你这个户主的登记的 这个房产政策的登记的房号 叫做张三李氏王某 你就没有废除了地产公司去办这个手续 你没有废民 你没有履行安理会这个程序 你这个房产 房产政策是空的 是一直空投支票 是打的白条 现在,蔡英文给打的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个白条 台湾 台湾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 我们看看法律 那些名嘴干什么也好 大家要懂得这个东西错在哪里 你 你 也不要去 这个 千人 一半人 千万人之落落 不如大海 一人 之恶恶 为什么说呢 这个 孟子有一段 如玉平治天下 当今世界 舍我其身 今天 中国14亿人 台湾2300万人 美国3亿人 在解释这个 一个中国2758号局域上 大海 最有发言权 还有一个 我想跟他 联合国的官员 司法部的一个官员 在我的 推特上 在我的推特上 Facebook上 给我在那后面点赞 你的观点 犀利 清晰 概念很明确 我很欣慰 那个头像 还给我了一个头像 我一看 这个 这次那个什么呢 他的头像 我原来就还不认识他 这次那个 这个 新冠病毒出来 他是联合国的负责人 所以我现在有底气 所以我能够 我有底气 我能说服特朗普 我也能够一定 我既然能够说服特朗普 而且我也一定能够说服美国人民 我为什么说我可以在美国国会去辩论 在美国的智库 国际战略智库 那个CSS 我可以去辩论 只不过我的英语没那么好 我需要带个翻译 赫德又带我女儿 赫德带一个内行的比较懂内行 赫德格赖伊 格赖伊跟我认识13年了 我认识格赖伊 我在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时候 在那次开的反途出统大会上 我就说的是 一国两制 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问题 就是同心同国 就是同心是什么呢 你必须是全体 台湾人也是中国大动作的人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所以 台湾人在大陆也是主人 在大陆人到台湾也主人 就主 服从一个法律 服从法律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国两制 是蒋经国说的对 是Based Law 对吧 Based System 我们要建立的一个 One nation Indivisible Justice for all 这是一个民主的 不可分裂的 公平的一个 我讲在什么呢 Under Constitution 就是在宪法的体制下 这个宪法呢 大陆一个宪法 台湾一个宪法 我们必须把它变成一个两法 还有一个联合国宪法 把他变成合二为一 三合一 形成一个两法 为什么说两而不说绝对法呢 因为 都不是绝对的 法律呢 都是与时俊俊 跟你时代的不同 生产力的不同 人们思想觉悟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观念的不同 还有国家和国际的体制融合度不同 在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完善 就像我们的流程管理一样 他管理 他要 他经过 也是在 没有修改之前 你必须按照这个来来做 什么叫流程管理 我都是厂长 我在美国学 我原来不懂 原来就 因为我们大陆市场经济 告诉的一个方法 是封建的方法 大陆的很多的管理 是封建的管理 流程管理就是什么 我要制度管理 流程管理制度 就是现代管理制度 它是用制度来管人的 而不是用人来管人的 有人来管人就是 凭这个 人呢 就拍脑袋 我说的话就算 而不是制度话来算 是 当然了 所以呢 你这个人的权力都在这里 所以 你用 你是用人来管人 而不是用制度管人 就会出现 以权摩斯 以权这个 搞这个 交涉音域 因为我是为你这个人服务的 所以你人 你让我干什么 你让我给小命 你让我给你睡觉 我就给你睡觉 你让我给你抱孩子 就给你抱孩子 让我给你生孩子 就生孩子 这个叫人制 就是个人前面 个个人迷信 没什么网要 如果习近平不能够完成这个 这个 这个叫历史使命 台湾这个历史 因为现在来讲 到现在为止 习近平还没有拿出一个 完整的 法律的 落实的 2758号学义的 那个 一个文件 没有进展 没有交出成绩单来 我们说蔡英文没有交出成绩 92公尺的成绩单 你现在你把 你你把 蔡英文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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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台湾那个 批判什么样 你也没有交出成绩单 我现在替你来回答这个 成绩单 我告诉大家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我在西安的时候 大学毕业以后 我是数学系的嘛 原来在那个做计算机 那个 第一家也是跟美国合资 那个合资那个 合资那个 我们叫 西安最大的厂 叫石油看占仪器总厂 那个 我们生产的 引进的第一套 全国的全国的第一套 印刷线路板 什么自动生产线 计算机辅助设计 也就是它的中枢 最高 最高级的 就是生产的大脑 计算机 自动布线 自动辅助 那么什么呢 就是IT 实际上我们那个电队 计算机布线的方法 就是现在的IT 就是什么芯片 做芯片的方法 我们那个时候叫做线路板 但方法是 因为改进了 多少年前呢 那是 82年 那一套设备 那个是这么大屋子 有100平方米的屋子的设备 是我一个人到北京去 那是大学刚毕业 大学生一个刚刚毕业 出校门的大学生 就把我派到北京去 去接这个美国来的设备 首都机场 我就租车打包 压车 跟他们一起 在过这个 过这个 这个风餐露锁 这个 这个 披荆带月下台 下西安 对吧 一个人 后来又安装 组装 培训 然后又生产 自动生产 连周干 也是像我现在这样 呕心沥血 被浸放时在干什么呢 设计 在电脑上一啪 一天不下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身体还瘦 但是有种精神 我精神上就是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 学会 我们现在 当然那个时候学下来 也到现在也是很落后了 就像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刚解放的时候 学书联那套 当时觉得还很先进 但是跟美国或者这个 现在比较 已经很落后了 这个与时俱进呢 你不就 你不 这个就像 就像龟头晒好一样 你乌龟你爬到前面了 你兔顶你跑到前面了 最后你不跑了 乌龟就把你 追上来了 这个时间呢 我呢 今天在讲的呢 还没讲 还没讲出一个 真正的讲出一个头绪来 讲个头绪来 因为呢 这里呢 我只只把了一个定位 跟大家的透露一下 第二个 我要透露一个 很重要的方法 给习近平 我不是跟你台湾来谈这个 你搞对象 搞错了呀 是吧 这个国台办 你搞错了呀 你对象搞错了 就是你那个 我们来跟台湾谈什么 主权问题 没有 没得谈 香港来讲 跟 跟 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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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切尔夫人谈什么 主权问题 不是中英谈判来解决问题 中英谈判问题 这个 香港的主权问题 就是中华人民共国的主权 就是 民夫其事的中华民国的主权 台湾问题谈什么 不能谈主权 主权问题 是联合国来谈的 我和联合国谈 联合国已经谈完了 27582月已经谈完了 你现在美国在那 这个扯淡 美国三个联合公报也谈完了 我跟台湾保持的不是个官方的关系 是保持的民间的关系 non-officer 非官方 non-state by-state non-garment to-garment by-garment 就是我跟他不是政府和政府 不是州与州 不是官方的关系 我跟美国来讲 定义已经很清楚了 你台湾关系吧 不是官方的关系吧 你大陆要清洗 习近平国台办的人要清醒 我要跟美国谈什么 我要跟美国谈的就是 你协助我这个台湾问题 你协助我把不愿意做 中国人的台湾人 给你诉讼到美国去 所以谈东渡服装的问题 我跟你美国谈谈这个 你愿意就你谈你跟我谈香港问题 好我跟你谈香港问题 就是你把那个港独接收过去 你把你因为你港独是香港政府 好 他们在这儿方法了 你愿意把他 我们把他判刑 判刑出行程序以后 你愿意让他去接收他到美国去 那你可以 你是国内法嘛 你把他当国内的人 那你可以到国内法 因为美国人就是这样组成的嘛 原来的清教徒也好 原来的中国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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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英天人也好 都是在大陆的中间就是打败了 才到美洲去的嘛 这个新大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 就是这些 有一些 啊在这大陆的失忆的人 对吧 被打败的人 或者是 然后到美国来 重新开发 重新建设 你到美国去重新建一个台湾 重新建这个香港 重新建花开地去建这个新 都有地方 是美国地方大的 所以说 大家是想要解放 我给大家 这叫做 逻辑概念 就杨文桥是要 在法律上 都能够去找法律的 告诉 就是 人和国2758号 决定 告诉了你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告诉了你什么 中华民国宪法 那个固有 固有 固有那个土地 非经全体 全体人民大会 的讨论 不得更改 全体人民大会 国民大会 那全民国民国 要包括大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那本来 这个 陈英文在那拿那个东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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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个皇帝的新衣 陈英文说 那个 中华民国 那个是不是 是个 是个皇帝的新衣 不是 所以说呢 所以他那个文凭是假的 是又想当表的 又想立台发 我相信我说的话 大家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了 如果要大家觉得这个东西 不要用这种 这种 大家来讲 不够光缅堂邦的语言 应该把他说 啊 大学大学博士啊 那个 蔡英文总统啊 不是个总统的料 要打倚靠嘛 那自封的 就是吹爆吹起来的 所以这个伪政权 伪政府 伪总统 所以 用什么冠冕堂皇的语言呢 他本身就不配嘛 我给这个机会呢 就是由人来闯造出来的 我们到了这个程度啊 已经认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已经不是1971年的水平 也不是2001年 我写那个 给陈俊彦写信的时候 我给他提出 陈俊彦提出是不是已经没有 是身与我给他写的信 就通信通过 我给他2001年 因为1991年 1998年 我给中央 就是中南海 那个开两个 就是两会 就是讨论那个 那个 李登辉写的那个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我当时给他 提了这么一条 两岸可不可以是 state by state的关系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是大邦与小邦的问题 不是说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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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有个 道德经里都有个 大邦以下小邦 则取小邦吗 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吗 这个这个概念 其实呢 这个概念呢 也未尝不可 就是五岳同邦 五岳同都 把它当成岳 我们当成五 那个那个 蔡英文呢 台湾的这么 就是 福参 不是 蔡英文就是勾建 那个那个 习近平就是福参 我原来呢 就是2010年的那个设想 是这么一个设想 后来就李登辉 和那个那个那个叫江泽宁 是这么一个关系 江泽宁是福参 李登辉是那个 呃 勾建 那么现在 现在是 他没有当成勾建的 他就用勾建的手法 怎么样子来的 韬光养晦 来跟你在这 忽悠你大陆 骗大陆的钱 这个呢 在这里呢 说到大陆的怎么 祖国好啊 该干什么好 道德台湾就还是要台独 这利益的呢 就是这样 不但利益是这样的 蓝银也是这样的吗 我在这大陆偏了钱 因为呢 这是五十步 笑百步 所以我去到大陆去开个会 啊 就赚个面子 赚个礼头 我以后 好了利用大陆的关系做生意 倒房地产 大陆呢 是故意在那里 卖个破贷 让你大陆 台湾人来 来买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就借着这个机会 发了点财 同时呢 也坑 坑坑拐骗了很多大陆人 因为 因为他 在大陆 欺诈了人 骗了钱 他跑了 抓不到他 我就是现在 现在是刚刚打这个案子嘛 就是台商 就是台商嘛 就是塔园 他修了一些奔头 卖了之后他就跑了嘛 我们就是 就刚刚打完官司嘛 就5月8号 5月8号开庭了嘛 我委托律师去打这个官司嘛 这样的官司多了 所以啊 他有固定的组 他不容易 他在这里知根知底 有单位有国家保证 有担保的 他不容易 给你诈骗 但是现在 很多呢 这种 有担保 他也给你诈骗 我们这个商场上的事情呢 因为我是商 我也是算个商人吧 我我关键呢 我 我和李 那个那个那个 郭台铭 这个任正非 是同时代的 都是深圳 这个创业时代 我是84年到了深圳 他们可能前 前天后后 起点呢 我们的起点差不多 我 我比他们要 穷一点 他在认证分裂在南游 一个科长 一个科长的单 我是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 蛇口工业区一个厂 厂长 他是一个科长 但是我们呢 这个体制内 我一直在体制内 他们是在 一个是在财商 一个是这个私营企业 民营企业 所以他们的制度权比较大 而我这里呢 是跟着 给国家要杀出一条铁路来 要给国家摸索经验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我是属于 国家和民营之间的 一种一个桥梁 同时我们是给过他 趟路子的 改革的总结经验的 开路先锋 改革开放开放 时间就是金钱效益的生命 是我们提出来的 还有一个 这是我们厂 我们厂 是因为什么 我这个故事 我讲了多少次了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空谈勿国实干新报 这也是江泽民时代 我们在香港提出来的 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 它是法治经济 所以空谈姓资姓社务国 实干改革开放新邦 这是我们的原话 大海都是参与者 虽然我看起来 我不知道看起来 是不是像不像 那个这样子提出来的人 我这样的 好像一个老顽童一样 但是我们确实是我们提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是这种无名英雄 因为我们是公天下 我们是公家的人 对吧 这个任正非 所以他虽然是很多很多 但是他是私家的人 那个 郭台铭也是私家 私天下 搞的私天下 我们是搞的公天下 就是这么一个 特朗普是私天下 公私何用私 大家明白了吗 我讲 我讲这个关系 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讲的道理 叫做深入浅出 一个大道理 我们给你用老百姓的话说出来 我们一直都 我没有上过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就是在香港上的 香港这个 研究生在大学是两年 我在香港是六年半 做的研究生 博士生呢 我就在美国上上的博士 美国的十三年就是我的博招 所以我对美国的历史的研究 法律研究 入籍的研究 法律关系的研究 我是学以致用 那么我现在 我现在汇报呢 就是我的学术论文 要有自洽 自洽就是不能够自相矛盾 2758号文件 和我们这个一国两制 就是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 就不统一嘛 就是这个松散的结构 离散结构 就分散的结构 这个结构上来讲呢 它不是一个单一制的 我们中国的体制呢 中华民国的体制 是单一制的国家 叫和汉蒙回荡苗为一家 和汉蒙回荡苗 我们的土地为一家 和汉蒙回荡苗 包括新疆那些 这56个民族 都团结起来 这叫做中华民族 包括现在来的很多古斯坦的 这个才叫多元化 这才叫中华民族 大家会唱中华民族的歌 对吧 喜马拉雅山 对吧 长江黄河的水不断 所以我们强调的土地 人民 人民是个资源 我们就 现在就把台湾是个资源 是个中华民国的资源 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资源 中华民国的本身是个资源 谁来做这个资源的 这个当家人 这个法人代表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现在主席就是习近平 所以决定权在习近平这里 你要想连任 你就要把台湾问题收回来 你才能连任 你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今天大海在这里 理论上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为你名罗开道 解决收复台湾 给你准备粮草 给你准备的弹药 准备给你准备的方法 准备在你这里 把把把那个那个那个 把那个特朗普给你拉上来 给你 我们给你垫背 给你在前面给你打敲边鼓 再给你 就像八台在大教育 我们给你抬轿子 把你抬到台湾去 把你抬到美国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准备做的 我要做哪些 我要给美国十大建筑 我要给 我要给美国 特朗普 成为特朗普的 亲密战友和助手 中国人 新美国华人 我给美国也提出了 从一开始来 我就给特小布什提出了三个建议 奥巴马 我一直跟他 奥巴马 奥巴马在八年 我跟奥巴马 那个 米歇尔 日夜联系 八年的 特朗普 四年 我跟特朗普 从助学 到现在 四年 到现在 我要通过这四年表现 我已经毕业了 那么在这个结业的时候 我要在结业的时候 我们不谋一面 不求一名和利 但是最后 我希望 通过这次 我们的 把这个关系 不要切身 非分明 我要明确一点 我告诉你 因为什么 我不明确 因为 我看到华人在美国 这种 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对美国做成这么大关 你们为什么这样的 对我们还有种子歧视 所以我希望来 更多的华人 所以我希望 在不愿意在台湾呆着人 到美国来 成为新美国华人 贺德银叫新美国台湾人也好 New 台湾意思 New American 台湾意思 这都可以 所以呢 咄咄咄咄咄咄 因为来了就是美国人 美国这里呢就是 我们是以主人们的态度 来给特朗普提建议的 来给特朗普 冲锋划策的 来给特朗普 在这交税的 给 给那个 政府交税的 可但 我们 我们这个税的交到又少 不够 得了大病 我还要就跑到他 跑到中国回去去 去治 我这个架的新冠 架的支架 我在这架不起啊 我就跑到 回去两次 做了两个支架 所以说我的生命呢 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我希望在 我走到尽头之前呢 那我能够帮着特朗普 出上马 送一群 这就是我今天 我已经给特朗普 发了一封信 就叫 这个叫做投名状 我给他表着这么一个态 我愿意帮助你 特朗普 你看这里吗 后面这都是帮 我的表态吗 都是投名状吗 这是我的道具啊 这是我的一个形式 支持特朗普 为特朗普 邀请呐喊 在美国现在都封城了 大家都是在家里 我这个形式已经很大气了 很大气了 对不对 那么呢 大家就给我提出了一个质疑 我这边是中国国旗 这边是 美国国旗 为什么要多了这么一个国旗呢 这是统一以后 就是说你 习近平你到了台湾 告诉台湾人民 我就是中华民国 唯一合法的政府 这代表 我就是唯一合法的国家主席 这就是明正言顺嘛 我明天就在这个理论上把它 在法律上一点点的推销 因为说话比较容易 逻辑上来讲呢 概念解决了 理论上解决了 下面呢 就是高屋建立 然后就描述的问题了 内容就把这个骨头架子打起来了 以后就是肉 我就往里填揍了 我这些话呀 说起来很简单 听起来大家都很 很明白 纸上得来中决浅 决资啊 这种 这种统一 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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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这个概念 不容易啊 一定要自己 要攻刑啊 要一点点魔法混打 经过多少次失败 多少次交锋 我跟那个格莱伊啊 13年前他就知道我的观点了 我去 我去 我去年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哪 就在那个那个那个 台湾关系吧 那个40多年 40多 40年 那个那个 那个国际 那个什么 CIS CIS 这个就国际智库那个战略的混合 我见了格莱伊 还见了他们那个 那个 CU 那个 东南亚那个 研究员 我跟他们在见 也见了苏瑞德 但是我的英文不太好 但我跟他用的结结巴巴的英文 跟他们讲了一下 还是没说明白 但是我觉得呢 现在要想说明白 所以我 我现在在加紧学习英文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词汇量 我现在 最近最近 最近这两天 我就请了课了 要请了这个 跟老师那个网课老师 我跟他说了一下 我得来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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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得写这篇文章 我得把这个文章写了 我才能再去学 三万八千个单词 所以我在学习单词 就为了以兆 我给特朗普 能够触摸画策 能够能够更有 更有这个 语言 沟通起来 更方便一点 我跟他讲的 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成功啊 是在对面 你的成功的对 是在对面 是相反相成的 我跟他讲 you raise me up 我跟他讲 who we are who we are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 美国的 印第安人 的后代 我们是 东渡富商来了 建设美国的 我们跟美国是一家人 中国人 亚裔人 我们到美国来 是来这里 是做建设者的 不要把那种歧视 我们那种 不是说都是那么不文明 他们有骗术 为什么他们 这个 黑人死了 因为他 没有这个生存能力 他这个 他本来就有很多 就是犯罪的记录 他这个来钱不容易 他这个受的教育 他受的环境 中国人呢 亚亚洲人呢 学习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教育方面呢 就考上学校的这些优秀的坚持 往往都亚裔人很多 这黑 这个 飞人呢 或者其他的 拉美 这些人呢 就嫉妒这些亚洲人 所以呢 就给他们 他们要限制他们的人 就是 入取的大学里的好的需要 录取的分数都不一样 给他们就低 他们就按照人数来平均的 所以我们希望台湾那些不愿意做中国人 不愿意留在台湾的人到美国来 就给我们这填人数来 对吧 给我们增加呢 在这里增加力量来 所以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国人 来建设美国 所以我给 我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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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特朗普就讲 我们是吧 就是 我们不 你把台湾的打包还给 你不要打包 你把这个包 台湾那个包 看哪些人愿意跟大陆 一起 贡献家园 哪些不愿意 愿意和美国的 你把这个包一分为二 或者一分为三 特朗普有的人愿意去日本 你看 你看 你跟在日本商业上 有人要投日的 有没有人要投美的 看日本人愿不愿意接受他 我想了 日本人不愿意接受台湾人 那么多台湾人 因为他30万留下 原来在日本投降的 就留下了30万给蒋介石了 我都是在台湾的 台湾的日本人的医院里出生的 所以呢 所以我就要下一步 我一个要每天一边打边谈 因为8月份就要捐演了 但是之前我就要现在都是铺陈 我今天是第一次正式八百的 跟片岸同胞 跟特朗普铺陈 我今天给特朗普下午在写 为什么下午本来说我没睡觉 我很困难 我就是给特朗普写 他那个脸书上写了一个帖子 写了一段投名状 先把一个开场白谈了 谈了 我是 为什么我来到美国 为什么我 跟美国有这么 吃水不光挖井人 原来我是美国 美国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公司 我们引进了美国的设备 跟计算机设备 我是怎么去拉这个设备的 我谈我的历史和故事 我先谈心嘛 我不是公民钓鱼 我也不是华众俱宠 我跟他谈的事实求是 我跟他谈 我怎么样子在跟那个 在这个在在西安在内地和美国人合作 在这个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里面 做一个IT工程师 我怎么跟他在深圳最大的国用企业 香港商商局谈第一家中央合作厂 和美国的空气工业气体和化工产品公司 资本重组 我是经历人 我是职业经理人 我是副厂长的中方总经理助理 所以呢 我跟他谈这个 我的资格 我们呢 有今天的能力 我们呢 有今天的 原来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时间就是今天效益 这是我们的体会 也是我们跟这个 改革开放 我们能谈这个流程管理 也是有美国的部分 也有美国的这个企业管理的含量 我们就是用他的方法 就让任正非谈谈这个 华为这个企业 也是跟从美 有很多是美国的专利嘛 所以 我们不能够患难 我们是患难之交 我们是这个 在这个 就像在 在那个 二战的 窝窝兔这个当中 就像我父亲和美国人那个打交道一样 我父亲打交道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父亲是这个美国这个战车 这个安徽红江基地化学校 就是战车学校 就是坦克学校 说白了 汽车学校也好 坦克学校也好 飞机学校 它就是一个学校 十万青年十万兵嘛 我父亲那时候从17岁 从那个 我爷爷也是跟美国人合作 在天津的战舱盐航里做 洋航做会计 会计主管 那个主管那时候现在应该叫做会计总监 我也不知道 我爷爷就知道 他爷爷拿 爷爷拿一百块大洋 也算是高工资了 洋办买办了 后来他爷爷在死在 我爷爷姓马 我这些很多苏白兄弟姓马 我原来也叫马 在台湾的时候 我叫马保罗 普罗 马普罗 马英九的马 普罗 普罗就是什么呢 就是马可波罗 就是游历世界 我这个医生让他四海维加 也是这么个 这个名字 这就代表他的命运 运势 你看我这个大海 这个名字 这要 循环就变 原来小海 现在变成大 这就要开阔一点 就美国人 中国人 台湾人 我们都要让他 给他一条出路 我相信 真正的台湾人 包括了 一些搞台独的也好 反对 反对 共产党的也好 或者要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得罪你 我也没有伤害你 我谈的都是因为 这个都是法律 我谈的都是法律 就是游戏规则 我们就是讲的博弈 我们怎么能够达到 利益的共同体 大家都互相双赢 你想达到目的 我们让你达到 你的台独梦 到美国来实现 你在台湾 你不可能实现台独梦 你自由啊 民主啊 你这种民主 你在台湾这种叫忽悠 就是文官大革命的那些 造反派 什么 你就喊那些口号就是 造反有理啊 你那些搞台独的口号 什么 中央民国台湾 就是那个什么 是个国家 这些是造反派的口号 和文官大革命的口号是一样的 所以 靠那口号来 来治理台湾 所以台湾 只要大陆给你稍微 收紧一点 台湾就淡尽良学 风声鹤唳 现在 现在 就给你一点点 就渐进式台独吗 我们是渐进式法统 法统呢 我们要法统台湾 今天就开始的第一课 我们先给你上课 给你教化 给你开脑 不是急于洗脑 是给你开脑 我是上的法统台湾的第一课 也是跟那个美国来讲 美国 我们的新美 新美国人 就是中美合作 新的 这个未来的新结构 新关系新结构 就为 我都给你 美国人在谈这个新的未知结构 我将来还要谈美国的三民主义 还有个三项方针 就是拼经济 我给他谈了 拼经济懒人才 建齐功 我们建什么是齐功啊 你跟我的联合 我们两个人同心 就齐力端金 我们两个人就能联合 就能把14亿人和美国3亿人联合起来 就是17亿人就联合起来 世界上这个大 这个这个金字塔上的高端 就六个层次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高端 就一个大局就定了 就像航空母舰一样 主体就出来了 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我们有这个战略上这个结构框架就出来了 我今天就到这里了 具体呢 我在拿一些图文的图文来讲 还有我要感谢我的老师 黄卫平老师 我在谈判技术上 在这个技术上这个风格上 我还要感谢我的另外一个老师叫 吴建民 是 我说这个吴建民呢 是 这个外交官了 他是那个中美联合大 就是联合国大使了 原来也是法国大使 我就告诉大家这么回事 证据 还有我自己呢 将来要把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啊 还有给中央这个信呢 原来 原来讲呢 我们这个讲呢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呢 过往原因 人呢 我们就做这个螺丝钉 雷锋做个雷锋 做个螺丝钉 我们就不去呢 就说一个木木无人 我们就变成红毛 或者中一台山或者红毛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鱼弓一山 我们要做鱼弓 但是我们要说出来 我们是八仙卧海 我们并不傻 我们并不 并不是 并不是骗天 不是诈骗犯 我们讲的是真话 我给大家留出一条 一个 给中国留出一个年号 叫求真 日本有个 这个年号叫令和 我给中国起个 叫做求真 利心 把台湾呢 就叫利心 利心求真 那个 这个年号不一样 我将来再具体再给大家讲故事 我今天就晚上给大家 顺便再聊一聊 谢谢大家 有听的愿意点赞的给我点个赞 好好交流一下